感谢天的真神赐给我们宝贵的时间 我们能够在这边共同学习神的话语 愿天的真神再次地把祂的恩典大大的祝福给我们大家 都可以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 那下午要根据圣经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埃鲁 他的女儿生病即将上命 也因着主来到他们的家 来拯救他女儿宝贵的生命 所以下午要根据这一段圣经来做探讨 我想我们最近也刚读完了路加福音 所以下午这一段时间 我用我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彼此造就 我们首先就来看路加福音 Let's first turn to Gospel of Luke 第八章 Chapter 8 五十节 Vers 50 路加福音八章五十节 Gospel of Luke chapter 8 verse 50 请读 But when Jesus heard it, he answered him, saying Do not be afraid, only believe, and she will be made well 这一段圣经这是主耶稣对管会堂这个埃鲁 他所说免利的话 And this is encouragement Jesus spoke to Jairus which the ruler of the synagogue 不要怕 Do not be afraid 主要信 Only believe 如果有信的话 If he were to believe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And she, your daughter, will be made well 从这一段圣经节看出来 我想不管信耶稣 或者是没有信耶稣的人生 That whether you believe in Jesus or not 有很多怕的生活 There are many fears in life 因为人总是有些怕怕 Naturally, men are tend to be fearful 尤其对没有信耶稣的人更怕 Especially those who do not believe in Jesus They are more fearful 那为什么有信耶稣的人 他也会怕呢 主要的原因 缺乏从主而来的这份信息 Is they lack this part of faith that happened to God 所以主耶稣这句话来勉励管会堂的 So Jesus uses this verse to encourage the ruler of the synagogue 马上跟他定心完 不要怕 To encourage him to say to him Do not be afraid 接下来就勉励说只要信 Next Jesus encouraged him to only believe 没有错 It is correct 真的没有信仰的人生 Those who do not have faith 一想到死 真的太可怕 When they think about death They are truly afraid 不要说没有信耶稣的 You can't just say Only those who do not believe in Jesus 我讲一段曾经经历过的小故事 I will share with you a personal story that I experienced 大概在三十多年前 About thirty years ago 我在台湾南部的石井教会注目的时候 I was assisting one of the church in north of Taiwan 因为信徒夫妻 我特别把她留下来 聚完会我特别把她留下来 And there was a couple After service I spoke with them 最近很少看到你们 And recently I rarely see you guys 我打了电话请你们要来教会 I called you guys to welcome you to come to church 结果我看他的面孔瘦了 所以我就问 你们最近到底是怎么过日子 他的先生都不讲话 他的太太就讲了 一边讲一边哭 先不要哭 慢慢讲 他就说我的先生可能得了 什么牙齿癌症 口腔癌还是怎么样 我说你怎么知道 你是医师吗 他说不是 不然你根据什么 说你的先生得了癌症 因为在三十多年前 对这种癌症的知识 非常地沉闷 非常地闭锁 所以听到癌 哇 脸色都变了 所以他就慢慢讲 他说我先生每一次在刷牙的时候 流入牙齿流了很多血 流了很多血就代表 那个牙齿的癌症 大概得癌症就是这样子 我说你的信息不够 今天如果 今天如果是真的得癌症的话 我看也不见得是这样 我看还是要做检查 然后呢 多祷告 当然传道人站在辅导的立场 不是说你不会得癌症 还是根据医学上 做一种正确的 一种检测 才比较标准 后来我才想一想 我有时候那个牙齿 上面的牙齿没有洗干净的话 没有去洗牙的时候 有时候摔摔 因为流血啊 所以我就问 你多久没有去洗牙齿了 她不知道什么叫做洗牙齿 因为她没有这种概念 所以我就叫她嘴巴打开 哇一打开 结果那个牙齿压过 很厚一层啊 我说你要紧张过度 没事啦 去牙齿科刷 洗牙齿 就没有事了 多祷告 靠主就不会怕 然后洗完牙齿 过了一两个礼拜 回来给我看 传道 你讲得不错啦 我现在刷牙不会流血 所以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 自己在怕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有圣经的道理 我想信靠主祷告 应该没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从主耶稣对管会堂的所免疫的这些话 成为今天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思考 今天我们就是要根据 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四十九节 一直到五十六节这边来做 里面的探讨跟分享 我们继续谈到管会堂的这个矮辱 他心中对儿女失气 怕失气而害怕 我想我们大概每个人心里 大概会有一个想法 这个身为管会堂的 应该听了很多道理嘛 怎么这么没有信息呢 怎么这么怕呢 刚才讲过 因为人生就这样怕而过一生 因为对未来没有确定性 当然就会怕啦 而且当时所盼望的主耶稣 根本就不够认识他 自然而然的对主 就没有那一颗信靠的信息 即使有听很多道理 也许有看过主耶稣所行的神迹 这些所看过的 在管会堂的心目中里头 也许这是在别人身上 我的女儿大概可能 没有这一份的缘分 或者希望 因此这个管会堂的 内心就成为一种 小心的人了 我想在整个人生里头 就是有这些原因 成为心中的害怕 根据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八章 第八章的四十二节 我们请读 在四十二节这边 我们所看出来的 这个管会堂的独生的爱命 十二岁快要死了 主耶稣过去那边的时候 众人就拥挤了他 于是主耶稣大概 要往这个管会堂的家 去也说不定 可是根据当时的状况发生 比如有很多生病的人 要来求告主 所以主耶稣在当时的状况下 应该没有很明确地 往管会堂的家里去 所以一直来到了四十九节 当他们还边说话的时候 结果就有人 从管会堂的家里就出来了 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不要劳动这个夫子 这个时候主耶稣听见他们的对话 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 就对他们勉励说 就是刚才看过的五十节 不要怕 只要信 只要有信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可是当时周边还有一些门徒 主耶稣就跟他们讲说 好了你们暂时不要进来 所以主耶稣就来面对管会堂的女儿 有的人当时就在那边来取笑主耶稣 当主耶稣进到他女儿的身旁的时候 在五十四节 主耶稣就拉着他的手呼叫说 女儿起来吧 这句话就是主耶稣 他所所使用有权柄的话语 我们不晓得还有没有记得 在主耶稣降生的之前 这个天使就曾经来对撒加利亚 或者是主耶稣的妈妈玛利亚 对他们预言说 这些话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37节说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 因着这句话 今天就要显现在 这个艾努他女儿的身上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出神的作为来了 因为管会堂的主有这个独生礼 在当时的人 她的家庭的生活背景上 儿女也好 或者家中的一些动物 或者是家序饲养的东西也好 都是属于主人的家产 当然这个女儿也就是她的家当家产的一部分 所以生怕女儿死去 就失去了她家中的一部分的财产 对未来没有确定性 而且对主的信息又不大够 当时内心又是小心的一种心理 当然管会堂的心中就有很多的怕了 所以今天我们从管会堂的这种怕的心理来看 真的有很多让我们值得去深深思考 我记得以前在高中班 高中班比较大 那个学生领会就做出一些问题 请问传道 人死了会去哪里 在一些宗教的课程 那个故事上面都讲得很清楚 就是上天堂跟下地义啊 可是这些高中生竟然问了这种问题 真的这种问题不是只有高中生有疑问 有很多大人也真的心里有这种疑问 人去世了到底去哪里啊 天堂有那么大吗 会关那么多人吗 所以这个就是人从心里的物质上去看神的属灵的国度 所以今天这个管会堂的心里所怕的 将来有一天我女儿真的去世的话 她会上天堂吗 或者是下地狱呢 或者去哪里呢 这个也许是管会堂心里所不明白的疑问 除了他有这种疑问之外 他深怕失去自己宝贵的女儿 因为家中自己的亲人离开真的很不舍 尤其这个管会堂的独生女 尤其这个管会堂长上的名字啊 多么宝贵的他的女儿啊 现在要去世了 十二岁年纪轻轻的 离开我们 那太可惜了 当然管会堂的心里就是有这些疑问啊 所以难免心有那种怕怕的感觉 怕失去亲人 如果比较有知识的人啊 与其他离开这个世界 感觉到世界太美丽了 这是有很多人心里感觉到患不暇的 其实都是人心里思想的太多 所以主耶稣啊 说真的非常的爱管会堂的这一家人 从刚才我们所看过的几段的经节 当时主耶稣的身旁有众多的人来拥挤着他 可是主耶稣还是来到管会堂的家 这是看出主耶稣还是深深的爱管会堂的这一家人 以因而来做出最后的决定 所以当时虽然周边有很多人在取笑主耶稣 这个女儿已经死了 何必再进去再劳动这个先生 说真的 说真的 主耶稣当时周边的人 有很多对主耶稣不认识 而且又不够信任 而且又没有信息 他们已经把主耶稣出生的那个时候 天使对他们的长辈所讲的话 刚才我们有看过 主耶稣对这个撒迦利亚这个先知 或者是玛利亚所说的一些议言的话 除了这些话以外 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 天使也曾经向那些牧羊人 来讲出一段大喜的信息 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第九节第十节 我们来看一下 路加福音的二章九节 第十节 这里就提到说 这个救主出生是官夫万民 不是只有照顾这些门徒 当时周边的人都会蒙福 甚至万代的人 这些后裔都要因着主而来得救的 因为主耶稣 他来到世间 要成为世人的救助 圣经说 他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我们也本着耶稣基督的信仰 所以我们信靠他 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这是第一段我们要学习的 第二段我们要分享的 主要信 我想信是每个人 要得到恩典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机会 要从神得到神祝福的一个时间点 可见这个信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们谈过 在主耶稣当时的人 包括管会堂的 包括当时在他们家进出的这些人 不断地来取笑 为什么呢 他们就是没有信 所以主耶稣基督 所以主耶稣在这边来见证 要来信我 能够来信我就可以得恩典 今天我们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面对的世界 末了的时刻来临 我想这种来临真的非常的残酷 所以有的人就不喜欢谈 所以有的人就不喜欢谈 有一些人喜欢 能够来迎接主的再临 这是属于比较有信心的人 我想不管是有信心 或是信心不够的人 他们面对的时间 所要遭遇的都会有所不同 所以这个就是信心 要带给我们一种力量 主耶稣三十岁开始来传福音 最主要有很多人对主还不够信任 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 才要用他的福音做传讲 然后要借着每个周遭所发生的事件 让众人看出耶稣基督 就是真神来到世界 叫人能够完全信靠耶稣基督 这就是主耶稣 传呼一行神基的这些目的跟动机 所以主要有心追求道理的人 我想他们绝对有这一颗 信靠主的信心 我在退休的那一年 应该之前有谈过 就是有一位姓林的弟兄 他是得了胰胀 结果他那个太太很有信息 因为我退休是十二月三十一号 我那个时候十二月都是天气很冷 他一直感觉到他的先生恐怕大概没有救了 结果有一天就跑来跟我谈 说我先生好像有一股要受洗的那种心理的一种表示 因为他的先生已经到了末期 大概体重已经到了两百公斤 动都不能动 大概也只有眼神 然后就手指头稍微动一下而已 所以在我退休之前的半个月的时候 他的太太就来跟我谈这件事情 好 那我就找个时间 跟负责人一起跟你先生来谈谈看 因为我知道他之前他的先生跟我讲 说我是一般的基督教会 已经受洗了 我不要再洗礼了 但是他的太太这次跟我讲 我就非常地谨慎 甚至也非常用心就跟负责人到他家去 因为不能多谈 所以我就很直接就问他 今天传道了问你一句话 你想在真书教会来说洗吗 如果你要的话 你手指头动一下 我就看他的手指头 那个大拇指就动一动这样 后来就跟负责人讲 他有这个表示 有没有看到 所以接下来 在隔几天的星期天 就安排教会帮他施洗 所以施洗完了以后 他的身体就慢慢就好起来了 后来过了不久 我就退休了 大概 我退休 我就来温哥往这里 隔年 我再回去的时候 再去 那个教会就看他 我就直接问他的太太 你先生现在怎么样 我是问的比较 没有那么直接 就是简单问一下而已 我感谢主 现在好很多了 可以运动 可以走路 甚至可以骑摩托车了 今天有来 今天有来 在下面 所以我看了非常高兴 这件事情 也见证 因着太太的信息 也因着教会帮助祷告的信息 也因着他本人信靠主的信息 而产生了这一股美好的见证 我想这一种信 是值得我们去相信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主位师傅在这边 免疫管会堂的一句话 不要怕 只要信 所以说为什么才强调 不要怕呢 这句话 如果以 有信心的人 来讲 多余的 本来就有信心 还讲他什么 不要怕呢 因此特别跟他鼓励 不要怕 主要信 这是一种 主耶稣加强 给他鼓励 给他勉励 主耶稣知道 世人的软弱的那一面 所以主耶稣特别 就跟他勉励了 不要怕 只要信 你的女儿 必得救的 主耶稣非常肯定 来回答 这个管会堂的 可见信 就是这么的重要 为了给我们增加记忆 我们再看这段圣经 希伯来斯十一章 希伯来斯十一章 第六节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识 那寻求他的人 但 with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him for he who who comes to God must believe that he is and that he is the rewarder of those who diligently seek him 主耶稣 他真的非常盼望 每一位 来到主面前的人 能够内心 信靠神 多祷告 多信靠主 我想 每个人 对主 就产生 哪股信靠的力量 而且更显示 神慈爱的那一面 主耶稣 非常地爱我们 所以他开始 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就说了 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 十一章的二十八节 跟二十九节 这里就说了 请读 从这些经节 看出来 这是主耶稣 他慈爱的那一面 所以他来到世间 看出世人 对主耶稣 没有相信 所以主耶稣为了让人 慢慢地 对主 有信靠的信心 所以主耶稣 在这边 就一直鼓励 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就一直鼓励 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就一直鼓励 说真的 他们的内心都非常地煎熬 就好比挑重担一样 一分一秒 非常地难过 所以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主耶稣说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所以今天我们从主耶稣所讲的这些话 真的 我们只要放心 来到主前 来信靠主 依靠主 主耶稣必成为我们一生的信靠 在旧耶稣时代 这个大卫在旷野讨论的时候 他曾经作诗 这么说道 这一段记载在诗篇的六十三篇 第三节 所以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罪惨要送赞你 大卫他在逃乱中 这种逃乱的生活 时间 内心都非常地难过 可是他一样地来思想 神对他的慈爱 所以他用神的慈爱 跟自己的生命来做比较 他是感觉到神的慈爱 他是感觉到神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因此大卫他要用他的嘴唇 来大大的颂赞神 这就是从圣经给我们知道 神的慈爱从古至今 永不改变 他无时无刻地 多在着关爱着我们 所以有一次保罗他写信 给腓立比教会就写到了 保罗说 神他的爱是残阔高深的 保罗他所讲的意思 神的慈爱是非常地宽广 说高 无限高 说深 无限深 这是保罗他对神慈爱的那种领受 所以今天我们想要得到神的慈爱 真的 主要从我们的念心 对主有那颗信靠的心 来遵守神给我们的命令 神的爱永远不会跟我们隔绝的 所以我们只要有这颗信心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慰的心 我们得到安慰的心就可以去掉 灭心的恐惧不安 当我们得到神的安慰的时候 我们虽然面对了这些试炼的苦难 神一样带给我们安慰 更去掉我们的眼泪 虽然我们只在煎熬 困苦的当中 但是因着主带给我们的爱 我们就感觉无限的安慰 愿天上的恩典福气 大大的赐给我们大家 这一场的分享见证就到这里 一起尝试 三百六十三首 363